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9年11月28号星期三 然后我依然在这里给大家来录一个视频 讲讲关于雅思口语和雅思作文方面的内容 首先呢希望各位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我叫木山高的这个频道 你在网上呢也可以搜到我这个频道 然后我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分享一些关于雅思口语 还有雅思作文的一些内容吧 然后呢今天想和各位聊的是雅思口语 part 2的一个话题 关于这个difficult questions 就是说这关于比较难的话题 因为雅思口语part 2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难的部分 然后呢有的同学呢可能会特别担心 在part 2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些比较难的问题 比如说这边我举个例子 describe a law in your country 这个描述一个法律在你的国家 这个呢可能算是非常非常比较麻烦的一个话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比如说就是用中文啊 如果要求你用中文来描述一个法律 你可能都会觉得很麻烦很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说 更何况是用英文 而且要考虑到在考场里面大家都很紧张 根本就是不知道聊什么话题 或者说你就算想到了话题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所以这个呢可能是 我觉得是在考语考试当中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吧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一些思路 然后呢希望各位呢能够有准备提前能够想好 然后呢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呢可能会从容一点吧 因为坦白讲就是碰到这种话题的时候呢 Many students think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laws 就是很多学生根本不了解一丁点法律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asy examples that they could choose 但是呢就是虽然这个话题比较难 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案例可以去选择的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最常见 其实你不要想很难的法律 不要想什么那些什么诈骗啊 那些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放火啊 然后什么什么未成年人保护法啊 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难说的 其实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你就想最简单的吧 比如说酒驾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碰到比较多的 而且比较简单比较好表达的 而且呢就是说或者说酒驾 或者是说那个开车的时候打手机吧 也是属于这个违法行为 对吧 你可以说一下 就算可能在我们国家没有 但是呢你也可以就是合理的编造一下 合理的说一下 比如你在其他国家碰到说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违法行为 你可以说 Many countries It is new illegal to use a mobile phone while driving 就是说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 这是一个就是违反法律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你可以开始就聊 比如说这个那个手机的好处 对吧 手机比如说popularity and the benefits of mobile phone 就是手机给我们大家手机很普及 手机给我们大家很多便利 然后呢解释一下人们为什么要 要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打手机 但是呢你要解释出来 就是说一个开车打手机的一个危险性 然后呢比如说你要 exploring the dangers of being distracted while driving 就是说你要说明白 就是开车的时候呢 如果打手机的话会分心 会影响这个驾驶的安全 你还可以说这个 this law could reduce the number of road accidents and therefore save lives 就这个法律呢可以 就是降低这个道路的这个事故的风险 然后呢可以挽救很多生命 这样我觉得就是一比较好说的一个 一个内容吧 好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开车的时候打电话 这个我的输入法 我要把它调整一下 开车打电话就是一个法律 大家可以说一下 比如说是说这个 use mobile 对吧又是mobile phone 然后呢 然后driving 好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思路 然后呢还可以 就是如果你可能 就是就是你的口语可能更好点的话 你还可以聊什么呢 聊一个我觉得可以 if you feel confident talking about the education topic you could choose the composer education law 就如果你觉得口语还不错的话 你可以聊一下composer education law 什么就是义务教育 这个这些也这很多国家 也是一个法律 就是强制性的就是要求你上到 比如说上到初中啊 上到高中毕业啊 这是义务教育 对吧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然后呢就是说 this is the legal requirement that children up to a certain age must attend school 对吧 就是说比如说这是要求你 你一定要在某些时候呢 去上学的 比如说在中国这个我们好像是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比如说从小学毕业啊 你要读初中 初中毕业之后呢 你就可以啊 该打工 打工 该该继续上学 可以继续上学 这个就无所谓 但是呢 初中好像是不能辍学的 高中的话 你不想上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他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呃 比较好聊 或者比较 比较好说的一个话题吧 而且这个话题呢 可能不会特别难讲 而且你可以可以 你还可以讲一下 比如说this is a good topic because you can talk about the benefits of education 就是说你可以聊一聊教育的好处 就保证你有话说 而且这个东西 对大家来说呢 都不陌生 所以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聊的一个点 OK 所以可以聊义务教育 也写出来 好 比如说就是说 compulsory education 对 这也是一个呃 比较好聊的法语 就开车打电话 这个法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酒驾 你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关于酒驾的一些词汇 然后医务教育法呢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 这也是个非常好聊的方面 呃 总之呢 就是给大家呢 一些一些线索吧 还有一些思路吧 希望各位在聊的时候呢 呃 能够呃 就怎么讲 就是说 可以去 有有准备吧 比如说如果你对这个美国比较了解的话 你还可以聊聊这个美国的那个枪支管理法 比如说禁枪也可以是一个法 所以呢 就是说 其实呃 临时想的话 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 但是如果提前看了我这个视频 然后有准备的话呢 可能就觉得会容易很多 然后呢 上网呃 收一下 搜一下相关的资料 然后准备一些词汇 对于这种难的话题呢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难了 然后呢在别人都答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难的话题答得还还不错的话 然后你的分数肯定是呃 有保障的 所以呢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呢 就是我我的频道呢 会分享 刚才讲过了 分享雅思口语 还有雅思作文的一些话题 包括澳大利亚的留学移民的一些信息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 拜拜